中文字幕 李宗盛 当天小朋友入住病房的时候 那在急诊的部分有做了一些 那个卵针的一个固定 那到了病房我们会换那个粘贴的方式 那我们必须要先把之前的那个胶带做拆除 那在拆除的过程中 因为小朋友们一般都会粘得比较扎实一点 会议人员如果遇到比较难拆的这个情况下 他就会用安全的剪刀 大概从旁边剪一点然后做撕开的动作 那可能再加上躁动啊 然后在剪下招的时候 不小心就剪到小朋友的那个肉这样子 后续讲述的一些想要的补偿方案或什么 我们也会尽可能的从护理这边再跟院方这边 来跟教授这边积极的做处理跟沟通 都没有作用 2020年商店的人 这里是有机会发生的 我叫你去店计划 那边送你去店计划 那边一起去店计划